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1月4号的公式早安新闻 我是朱凤志 先来看到台铁桃园路段 昨天晚间发生了一起死亡事故 一名男子疑似闯进铁道 遭到驱间车撞上当场死亡 事故发生之后 台铁内力站到桃园站驱间路线中段 南下还有北上列车旅客 大约是有九千七百七十个人受到影响 一直到昨天晚间十一点十八分 才恢复双向同车 平交道警示声大作 划破宁静的夜晚 台铁一二七二次新竹开往基隆北上驱间列车 三号晚间九点多行驶到桃园市国际路一段的平交道时 一名男子疑似闯入 遭到行驶的驱间车撞上 当场死亡 我坐在平交道 他的男子 就是男子没有 没有上就是没有上来 一直咚咚咚 然后已经过了十分钟了 然后我们就是下来看的时候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平交道的那个火车在那边驱间车 台铁立刻报警处理 并透过广播告知旅客 不过由于男子大体遭到撞击弹飞到东线路线上 也导致事故路段南北双向不通 所有列车停驶 经过铁路警察搜证处理之后 西线现在晚间十点二十八分恢复单线行车 根据警方调查 死者是三十一年次的静系男子 但这是一起自杀还是意外事故 还有待厘清 而东线则在晚间十一点十九分处理完毕 恢复双线行车 台铁统计这起事故共计影响了二十七列次 旅客大约九千七百七十人 记者詹淑仁朱凤志无奇称 综合报道 近期连日低温 太阳终于在昨天露脸 但是礼拜二和礼拜四会有两波冷空气来袭 出现两段式降温 周四以后北台湾温度会来到十度以下 加上水气充足 体感温度可能会比跨年的时候还要低 跨年连续三天的寒流低温 三号上午阳光终于露脸 气象局表示周日到周一气温明显回温趋稳定 白天高温可以回升到二十度以上 但仍需小心日夜温差大 其中就是像在新竹以南地区 整个温差上都是比较大的 温差可能来到十度以上 所以到时候请这些地方朋友 还是要留意一下温度的变化 适时调整穿着 气象局提醒 下一波的东北季风增强 本周会出现两段式降温都是水气较充足的冷气团 在五号到六号气温下降到十四到十七度 明显转凉 由西北台湾降雨明显 第二波冷空气在七号南下 东北部气温将骤降到八到十度 持续到九号 下波冷气团虽然没有跨年夜强 但伴随驾雨感受更加湿冷 这一波的冷空气来讲的话 预计就是在七号的时候 它是会逐渐下降的过程 那我们预计就是在最强时间点 那么全息是如果在就是周五的清晨 一直到周六周六清晨这段期间 那因为就是水气算是比较充沛的一个情形 所以到时候在感受上 也是比较蛮湿冷的一个天气形态 气象局指出水气够充足的话 周四五北台湾一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及中南部三千公尺以上高山都有降雪机会 接着是我们的新台北报道 我们持续关心天气 今天随着新一波大陆冷高压情缘靠近 加上台湾东北方海域有低压发展 还有封面系统的建立 环境风场是再度转为了东北风 在阴封面的北部 东北部还有东部云量增多 会有短暂阵雨 其他地方不受影响 温度方面清晨辐射冷却的影响 各地低温大约是在14到17度左右 不过在南投中寮 还有花莲光复等地区 今天清晨已经出现了10度以下的低温 要特别留意 另外高温部分 北部大约是20度左右 中部还有东半部地区 大约是24到25度 南部地区还可以来到28度左右 但是要注意日夜温差比较大的情形 而明后天东北季风持续增长 在阴封面的北部 东半部雨势会更明显 而且气温在降 不过中南部地区还是晴朗的天气 而礼拜四到礼拜六 这一段期间要更注意了 另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 或者寒流来袭 各地大降温 礼拜五到礼拜六清晨最冷 加上整体环境比较潮湿 北台湾海拔 1000到2000公尺以上 还有其他地区 3000公尺以上的山区 会有下雪的几率 预估这一波寒流 要到礼拜天才会开始减落 不过天气冷 家里窗户还是要记得打开通风 台中雾七就有一家人传出了 一氧化碳中毒的意外 其中母亲和两名孩子 及时送医没有大碍 台中市消防局表示 这一家人的热水器 虽然是装在阳台 但并非强制排气的机型 加上有安装气密窗 等同时安装在室内 中毒风险相对提高 救护车到场赶紧将民众送医 三个人都有头晕想脱的不适症状 疑似是一氧化碳中毒 台中无期这处社区大楼 二号晚间十一点多 警消接获报案 有一家四口需要急救 其中三个人送医抢救 三个人及时送医 所幸没有大碍 不过警消重回现场了解 发现一氧化碳的浓度 高达四百三二三ppm 热水器虽然装在阳台 但是却有加装气密窗 而二号低温来袭 窗户也没有全部打开 而阳台也挂了不少衣物 影响空气对流 台中市消防局统计 最近几年的一氧化碳中毒事件 二零一八年有十四件 造成二死四十五伤 二零一九年也有八件 两死十八伤 而去年发生的四件 也造成十四伤 除了大多发生在秋冬 这个时间点 也都发生在风大的海线地区 台中市消防局提醒 虽然热水器装在阳台 但只要装了气密窗 就等同是室内空间 除了避免量过多的衣物阻碍 空气对流 而最根本的办法 还是得更换强制换气型的热水器 才能保障安全 记得林健身王龙涛台中报道 来看今天各大报的重点新闻 首先是自由时报 有一位成型男子被检举 开车行进隧道的时候 没有开灯 被罚了三千元 他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台北地院发现检举人 以手动的方式调整行车记录器 以友爱驾驶安全方式 取得违规证据资料 认定检举影像不具有证据力 判决撤销法的 中国时报 我们看到的是 美国新国会即将在6号 召开联席会议 确认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 不过却有11位共和党参议员 表明将会反对部分州的 选举人团投票结果 要求国会任命委员会 以10天的时间 对争议州进行紧急审计 联合报 我们看到的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去年国人就医的人数 比前年降低了两千万人次 其中以消化内科健保给付 点数减少最多 一时警告 许多应该回诊 做内视镜检查的民众 并没有就医 预估少筛了一千个大肠癌的病源 未来可能会面临到疫情之后 癌症死亡增加严肃的采况 昨天国内再新增了四例 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病例 分别是从英国 德国 美国 还有十瓦地铃入境 另外农历年就快要到了 外界就担心防疫旅馆数量 够不够的问题 指挥中心回应 预计过年之前 会再增加大约一万件 国内在新增四例新冠肺炎 境外移入确诊个案 指挥中心表示 案810去年8月到英国就学 12月30号登基时喉咙养 31号返国 持有登基前三日内检验阴性的报告 入境后主动告知有症状 于机场裁检 在集中检疫所等待检验结果时 应有发烧再次裁检 两次结果皆为阳性 三号确诊 案811 812 813 也都有登基前三天的阴性报告 但还是在登基时 和居检期间出现症状 也都在三号确诊 另外因为本国籍人士十五号起入境 居家检疫要求一人一户 再加上农历春节即将到来 也让外界担心防疫旅馆的数量恐怕不足 对此指挥中心表示 预计过年前会再增加一万间左右的房间 而防疫期间口罩成为必备的物品 为了求变化 有业者推出琳琅满目的彩色口罩 供民众选择 但近日却传出彩色的口罩含有藕蛋色料 疑似有致癌的风险 对此指挥中心表示 一般口罩是归经济部管理 国家标准CNS15290 有规定可使用22种藕蛋色料 标检局会做相关的抽检 如果检出有害的物质 会依消保罚储最高150万元的罚还 记者无有于林志坚的报道 因应变种的新冠病毒威胁 疫情指挥中心决定 只要PCR检验的CT值低于27的病患 就会全数做病毒序列比对 看看有没有感染病种病毒 医师表示 CT值低 病毒量较高 确实比较容易侦测到突变病毒 去年底国内出现两例新冠肺炎变种病毒确诊的患者 二号又新增一例从英国入境高病毒量的确诊者 CT值只有18 因应变种新冠病毒高传染力的威胁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决定 只要PCR检验的CT值低于27的病患 就会全数做病毒序列的比对 要来看看是否感染变种病毒 医生表示CT值低 病毒量较高 确实比较容易去做基因序列的分析 也比较容易去侦测突变的病毒 但我们知道全世界各地有上千种突变的病毒 而这上千种突变病毒 并没有任何一种被证明说 跟原来的病毒有特别的不一样 尤其是它的传染能力 跟它的致病能力 从临床意义上来看 就是这些突变的病毒 目前并没有任何证据 显示说它的传染力跟普通的病毒 有很大的不同 它的致病力跟它的一些并发症 那个其他的生物特征 其实都没有明显的改变 而近来有一些病例已经有阴性证明 但到台湾后检验还是阳性 医生说这本来就是有时候一些病患 可能在登机前属于潜伏期 核酸检验就不一定会是阳性 所以在来台湾之前的三天内 核酸检验阴性证明 并不能代表它就一定没有得到感染 因此还是得多加留意 所有入境的旅客 要是在入境14天内有任何症状 就得立刻做核酸检验 记者吴又与林志坚特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发酵 医检师正在防疫最前线 和每个检体奋战 我们来听听在高雄荣民总医院 担任医检师的陈其湘 他过去这一年来的防疫心路历程 陈其湘在高雄荣民总医院 维生物科工作超过27年 新冠肺炎疫情让大家更认识了 医检师这个工作 他们是站在最前线 与每个检体奋战的第一人 4月下旬海军爆发 磐石舰群聚感染 陈其湘被紧急召回上班 面对大批检体涌入检验室 他与同事通宵工作没停下来 一直到隔天凌晨 前一天就是被通知 今天会有检体 可是没想到量真的爆量 我记得已经做到 眼睛就雾茫茫了 就是真的还蛮辛苦的啦 所以那天走出去的时候 天是亮的 这是第一次我来这里工作27年 第一次就是下班的时候 是天亮 新冠疫情对人类是一场集体考验 也是一次集体反思的机会 在岁末年中 陈其湘的最大期望是 疫情赶快过去 人们不再重蹈覆彻 重返过去安全安心的生活模式 这一次疫情让大家看到 一检师 但是其实啊 我的感觉是 各行各业 大家都在自己的岗位上 非常的认真 然后遵守我们国家的防疫政策 我们才会有今天 这么安定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 其实大家都是国家队 萊猪已经开放进口 但到底什么时候 真正输入台湾 有业者透露 一月下单 最快四月来台 不过中华民国情肉行销协会 荣誉理事长李春来挂保证 说目前国内猪肉量充足 加上九成业者宣誓 不进美猪 预估到今年第二季以前 都不会有美国萊猪输入台湾 元旦新制上路 消费者在超市 瞪大眼睛仔细挑选漏品 就怕买到含莱克多巴胺的美猪 北市府新北市府纷纷要求超市通路 一月必须清楚标示出 不含莱克多巴胺专区 三号新北市副市长谢正达 前往超市视察来际的标示状况 日前行政院认定 地方食安自治条例规定 瘦肉精灵检出与中央相抵触 新北市政府将采取视线手段阴影 至于莱猪何时进来 有进口商推算 若一月下订单 依国际货柜一百天的时辰推估 最快四月份 莱猪就可能进入市面 不过也有业者驳斥 莱猪四月入台一说 中华民国勤楼行销协会 荣誉理事长李春来挂保证 国内的九成进口商 已经签下承诺 不会进口美猪 他预估今年上半年以前 都不会有莱猪入台 李春来强调 目前国产猪的产量充足 国产猪的自给率占九成 进口猪仅占一成 从进口猪的来源国再分析 有八成主要来自丹麦加拿大 荷兰及西班牙四国轮替 美国猪仅占进口猪一成 换算下来仅占国内市场百分之一 李春来认为就算不进美猪 也可以再找其他国家的进口猪替代 为了因应疫情 英国伦敦地区的小学宣布全面关闭 另外美国疫情累计确诊 已经突破了两千万例大关 超过三十五万人染疫死亡 而且有三周都陆续出现了 英国变种病毒确诊 不排除已经出现了社区传播的情形 美国疫情仍严峻 累计确诊突破两千万例 超过三十五万人染疫病故 根据世界实时统计数据网站 Worldometers统计 美国二号新增超过二十三万例 确诊两千多人病故 CNN报导知名谈话节目主持人 赖瑞金也确诊 正在住院接受治疗 CNN引述消息来源指出 八十七岁的赖瑞金 已在加州洛杉矶西达斯 西奈医学中心 住院一个多礼拜 但碍于医院的规定 他的儿子们无法到医院探视他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报导 包括佛州 加州和科罗拉多州 都已陆续出现 英国变种病毒确诊病例 且病患没有旅游史 意味着传染力更强的变种病毒 可能已经在美国社区传播 最先出现变种病毒的英国 疫情也居高不下 根据政府统计 二号新增五万七千多例确诊 一连续五天创单日新高 累计确诊逼近两百六十万例 为了避免年幼学童遭受感染 伦敦地区小学也宣布全面关闭 英国全国教育工会 则是呼吁政府 应该全面关闭英格兰的中小学两周 日前英国率先批准牛津大学 与英国阿斯特杰利康药厂 合作研发的新冠疫苗 二号已陆续送抵 英国各大医院 预计四号起开始施打 由于这款疫苗 价格便宜又比较方便储存 估计会加速新冠疫苗 变得更普及 公事新闻林少如编译 前天数千位的民众 聚集在以色列耶路撒冷 总理的官邸外 抗议总理纳坦雅胡 贪腐又防疫不力 要他下台 不过以色列现在是 全球接种率最高的国家 国内已经有超过一成的民众 都接种了新冠疫苗 抗议人士被警察抬离现场 二零二一年才刚开始 以色列的街头就不平静 数千民众二号聚集在耶路撒冷 总理官邸外 抗议总理纳坦雅胡 贪腐又防疫不力 以色列人口约九百万 新冠病毒累计确诊来到四十二万六千多例 累计三千三百三十七人死亡 许多人认为政府针对新一波疫情反应过慢 加上纳坦雅胡面临诈欺 背信和收贿等罪名起诉 抗议民众认为他已无能力领导国家 要他下台 纳坦雅胡则一概否认涉及违法犯罪 且根据纽约时报 以色列已有超过十%的民众 接种新冠疫苗 接种率是目前全球最高 平均每天约有十五万人接种 支持者认为 这些群众上街抗议的同时 纳坦雅胡正在努力对抗疫情 去年十二月以色列国会未能在期限内通过预算案 依法国会被迫解散 导致今年三月必须再度提前举行大选 这将是以色列两年内第四度大选 也是纳坦雅胡面临的最新挑战 公事新闻林孝儒编译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新年接受官媒的采访 他也借此喊话 表示中美关系即将进到新的十字路口 呼吁即将上任的美国新政府重拾理性 促使中美重启对话 让双方关系回到正规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新年接受官媒新华社及央视访问 总结过去一年外交工作 面对外界舆论指责中国的战狼外交 王毅以对待朋友有好客之道 对待恶人也有斗争之道 力挺中国外交官的强硬态度 强调是要维护国家利益 捍卫民族尊严 当前美中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王毅也批评是因为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出现偏差 把中国当成最大威胁 谴责美国注定不得人心 注定走向失败 王毅也向美国新政府喊话重拾理性跟对话 王毅称中美关系即将进入新的十字路口 希望可以通过对话化解矛盾分歧 对接下来的拜登新政府有所期待 不过美国包含克鲁兹等十一位共和党参议员 周六发表声明要求成立一个委员会 立即对总统大选结果进行紧急调查 否则将在一月六号投票否决争议州的投票结果 美国宪法规定美国新任总统应该在一月二十号宣誓就任 这也是最后一次阻止确认拜登当选总统的挑战 记者韩英朋友组整体报道 镜头回到国内来看到根据主计总处的统计 去年前三季GDP为百分之二点三 是亚洲四小龙之冠 主计长朱泽民乐观看待 他认为随着国内投资规模扩增 以后除非是特殊状况 台湾经济成长高于全球平均 或者是在亚洲四小龙的前段班 将会是常态 不过学者认为这是过分乐观 日前百货中年庆出现报复性购物人潮 排队人龙一路从大门口排到捷运站出口 让人叹为观止 因为无法出国 二零二零年第三季国人消费力道强劲 创造近年史上业绩最好的中年庆 主计总处预估 民间消费将在二零二一年突破十兆台币 更大幅上修二零二零年GDP为百分之二点五四 并预测二零二一年GDP为百分之三点八三 行政院主计长朱泽民也乐观认为 随着国内投资规模扩增 除非特殊状况 像是二零二零年全球等经济大幅萎缩 导致基期偏低 台湾经济成长高于全球平均 以及居亚洲四小龙前段班将会是常态 因为我们疫情控制的好 所以我们的消费没有减少很多出口 根据主计总处统计资料显示 二零一九年台湾经济成长率百分之二点九六 不仅高于全球的百分之二点六 也要居亚洲四小龙之首 即使疫情爆发后 二零二零年前三季台湾经济成长率达百分之二点三 高于全球的负百分之四 也遥遥领先南韩的负百分之零点八 新加坡的负百分之六点五 及香港的负百分之七点二 台湾几乎不受疫情冲击 但对于族记长朱泽民认为台湾经济 优于全球是常态这样的说法 有学者认为过分乐观 因为台币强势也是新常态 恐将成为拖垮台湾出口表现的变数之一 学者分析 美国财政部已将台湾列为 汇率操纵国的观察名单之一 未来台币升值恐势不可挡 另外中长期观察 如何加入区域经济整合 扩大自贸协定的覆盖率 也是一大课题 如果无法加入 对传统产业的冲击很大 台湾经济不能单靠科技业来支撑 记者黄略张子佳特表报道 南投昨天清晨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 一名骑机车出门工作的富人 先和机车发声擦撞倒地 然后又遭到酒驾的汽车驾驶拧过 送一只货不治 警方调查 肇事驾驶 酒测值高达了1.05 证讯之后 失一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地检署 证备 另外检方也寻现追查到了 赵涛的机车骑士 机车倒在路旁 一旁的汽车还有明显擦撞痕迹 救护车紧急将伤者送一 南投普里三号凌晨发生了死亡车祸 一名富人骑机车行进普里中正路 先与机车发声擦撞后倒地 没有想到再被酒驾的汽车 直接碾过 造成二次事故 根据了解死者是七十二岁的十姓富人 与接班的于姓富人临晨到埔里工作 途中十姓富人与机车骑士擦撞 于姓富人协助指挥交通 但是机车骑士扶起车之后直接离开 两个人接着就被对象的宾室驾驶迎面撞上 于姓富人没有大碍 十姓富人则送医伤重不治 赵氏的二十六岁林姓兵士驾驶 经过警方实施酒册 呼气酒册值高达一点零五 警方征讯后一公共危险等罪嫌 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 详细的肇事原因将进一步调查 厘清 至于另外一名骑机车 肇事逃逸的男子也被警方追查 盗案 厘清车祸的照应 以及过程 记者林建生 韩英朋友组南投报道 泰鲁阁国家公园长春祠就到 因为雨势不断加上地震 从去年底就开始落实不断 连泰管处正在新建的防落石棚架 都被砸毁 而泰管处目前是已经 封闭了这个路段 要到三月底 才会开放 另外廉价期间 通往南投信义乡的俊大林道 也涌进了不少游客 但是有山友颇文指出 林道三十三点四公里处 整个车道还有登山口 都被露营客霸占了 就算劝道也没有用 引发山友的议论 当事人事后在网路上致歉 说以后会慎选露营的地点 好几辆休旅车站去道路的一大半 一旁的车道已经无法会车 那一头还有不少帐篷就这么搭起来 但是在这里可是通往南投信义 俊大山的俊大林道 有山友在网路坡文指出 廉价期间在俊大林道 不少人就这么就地砸营 甚至还逐起东西 虽然当天参加的成员 在网路致歉 表示会更加注意 露营的环境和腹地问题 但确实也引起其他山友的不便 以及影响通行权益 山友颇文指出 拍摄的地点在林道的33.4公里处 在廉价期间 经常可以看见 随地露营的现象 而资深林队指出 当地多位碎石路面 加上是往来要道 不建议在这里露营 南投林管处指出 受到疫情和山林开放的影响 在岛林道比往年多出三成以上的山友造访 虽然目前暂时无法可罚 但会加强巡查 避免安全的疑虑和影响通行的权益 记得林健身 王龙涛南投报道 太平洋岛国的疫情虽然并不严峻 但却遭受严重的经济冲击和粮食危机 北纪政府除了延长捕鱼季节之外 另外也鼓励民众下乡耕种 希望能够先证实度过这一场难关 太平洋岛国因为地理位置偏远 新冠确诊病例数可说是少之又少 但如果以为疫情对这里毫无影响 可就大错特错了 高度依赖观光业的结果 间接导致当地出现粮食危机 太平洋岛国地理位置孤立 可耕作的农地有限 加上近年都市化程度提高 许多人口从从事传统农业 转向投入观光产业 食物的部分则改为进口外地食品 罐装咸牛肉 面条等高度加工食品 取代原本种植的番薯和芋头等作物 然而出现疫情后 几乎所有国家都关闭边界 食物的取得成为一大难题 航运供应链 包括农场的肥料和食品 通通被打乱 导致价格上涨 斐济首都苏瓦的蔬果价格 一度上涨了75% 而占了国内七成GDP的观光业 顿时停摆 也造成数千人失业 少了钱买食物 斐济政府延长了可捕鱼的季节 希望增加渔民渔获收入 或是直接作为食物吃下肚 一些地方政府则鼓励民众回乡耕种 以获取独立的食物来源 斐济这对夫妇特维塔与马列挖里塔 原本在大城市的度假村担任饭店工作人员 受疫情影响被解雇 生活一度陷入困境 为了省下房租和食物开销 夫妻决定搬回乡下住 特为他小时候的老家从事农耕 所以他还记得牧鼠的栽种方法 现在他们家至少有足够的东西可以吃 虽然客难了点他们家至少学会了自己自足 不过特维塔表示当然还是希望疫情赶快结束 回到正常的生活 公事新闻林少如编译 疫情期间民众待在家里的时间变长了 这也让许多人想要养宠物来陪伴自己 除了领养人数暴增之外 购买毛小孩的人也变多了 这也导致在英国 二零二零年偷狗案比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两百五 甚至还会有犯嫌打电话勒索 要求付毛小孩的赎金 带着爱犬到附近的公园散步 是疫情隔离期间最温暖陪伴 但是英国2020年以来 偷狗案平传 让不少寺主胆战心惊 像是家人般的毛小孩落入妾贼手中 范贤甚至还会打电话勒索 要求交付赎金类似案件在英国层出不穷 根据英国调查局统计 和前年同期相比 2020的偷狗案暴增百分之两百五 创下历年来最高 因为疫情以来 对于毛小孩的需求增加 任养人数也暴增 宠物身价跟着水长船高 但在英国却衍生出窃盗犯罪 不法人士把偷来的狗带到私人繁殖场 用不人道的方式对待小狗 窃盗案的暴增使得近50万网友在网路上连署请愿 希望政府能修法提高偷窃宠物的行动 因为这些宠物并不是没有生命的物品 他们在疫情期间提供陪伴减少防疫带来的孤立感和孤独感 戴上墨镜和耶诞老人帽 宠物和主人的装扮相互呼应 小狗坐在副驾驶座紧抓住路过民众的眼球 在苦闷的疫情下带给乘客欢乐 身为人类最好的朋友 狗儿不只能疗愈人心 也能适时升任防疫工作 像是在智利机场就培养一批检疫犬 可以透过汗水嗅出新冠肺炎患者 检疫犬过去除了可以弃毒搜救外 现在又多了新技能 渴望成为人类对抗疫情的最佳伙伴 公事新闻王博文编译 泰国有一位研究员突发奇想 抽取鸡羽毛的成分做成原造肉 有望成为未来的肉类替代品 相反饭的肉块放在铁板上煎烤 没多久就端上桌让消费者享用 谁都想不到这些肉 其实是鸡羽毛做成的 今年30岁的泰国研究人员索拉悟 过去曾经到英国攻读未来材料三观学习 在撰写硕士毕业题目 寻找可以利用回收的背弃物时 注意到了欧洲每年都会丢弃 230万吨的鸡羽毛 让他决定抽取羽毛中的蛋白质成分 重制成再生食物 近年来曾经有吃肉会加快气候暖化的学说 让索拉悟认为这种替代食品 可以同时缓解暖化气候跟食物浪费两种问题 只是这种肉类替代品毕竟是从禽类身上产生的废弃物之成 无法提供素食者食用 而且这种肉品本身没有味道 要靠调味料才能够增添食品美味 关注新闻陈崇宁宜 俄罗斯皮姆市的一家工作坊 化腐朽为成奇 他们把废弃木材打造成了独特的家具和各种工艺品 还可以DIY享受自己组装的乐趣 不过回收木材也不是这么简单 有时候必须要风干 甚至得要等上一年才能够利用 从椅子 桌子到板凳 俄罗斯皮姆市这间Made by Beaver's工作坊 推出各式各样木质家具 从树枝 树根 树墩 有时甚至是整棵树 这些原本都是要直接进垃圾厂的废弃木材 却成为圣恩和玛利亚 这对夫妇的绝佳创作素材 这对夫妇二零一二年开始制作家具 一开始只是帮自己和朋友打造 后来在二零一七年正式注册公司 深恩认为这些人们不要的木材 其实刚好非常适合打造质朴风格的家具 有时到达定点取材 还会有人向他握手致谢 感谢他帮忙减轻工作负担 他们成立的公司Made by Beaver's 只意为核里打造 原因是因为他们使用的第一块木材 正是被核里啃断的 找到木材后还必须风干 有时甚至得等上一年的时间 才能将木材塑造成想要的物品 除了家具 夫妇两也贩售各式大小的木雕 可供其他工作方或是儿童手工一瓶使用 新年的各种搭配以准备就绪 从树瓜吊饰到木制椰蛋树 可以订购以完成或是DIY的版本 享受自己组装的乐趣 这种质朴乡村的风格 能为家里带来一种自然的氛围 近年在俄国逐渐受到瞩目 而Made by Beaver's公司也放眼国际 先前已陆续出口商品到美国 加拿大 英国和欧洲各国 公事新闻林孝如编译 在俄罗斯的达达斯坦共和国 有一个地方 专门收容少年纪 无法生产牛奶的脑牛 或者是民众家庭状况有变化 无法继续饲养的牛脂 牧场上黑色棕色的乳牛 分散在草坪上 又在来享用美食 这些乳牛全是俄罗斯国内 上了年纪的老乳牛 因为无法生产乳汁 因此被送到达达斯坦共和国的 乳牛养老村 这个乳牛的退休之家 专门收容年龄大 无法生产牛奶 或是养殖业者家庭有状况 无法再续养的乳牛 依靠职工们轮流到设施里照顾 特别是夏天 设施内外的气候宜人 常常吸引更多志工 细家带卷来照顾这里的老乳牛 还着手为这些牛建造避寒小屋 住在城市的谢盖尔 原本居住在农村 但因为要搬家到城市 无法继续饲养乳牛 只能够将牛送到这里 交给设施来照顾 而他则是定期来到设施当义工 清理牛棚 运送牛粪到农田协助施肥 目前包括一些在这里出生的小牛 这个乳牛养老村 饲养了约一百头乳牛 因为每天需要供给牛汁三餐 成本大约需要台币六十元上下 而让牛群养老的资金 大多是由民众募捐 剩下的则是要靠销售环保主制品 这个养老村 预计会在2021年的春季 往西边迁移一千八百公里 到普斯科夫地区 布置气候比原来的地方温和 还计划发展有机堆肥 跟生态旅游 借用收入来维持牛群的生计 关键新闻全中编译 我们一起来关心 今天各地的天气预保资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来看今天的空气品质指指标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公式早安新闻 我是朱凤智 我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